OK,这个格式优化是这样提的,然后等它来了再看,然后第一个是原创的问题,原创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首先就是, 比如说,今天写了一个下周发,然后这个肯定算是原创,然后路上,然后就是说,那么以前我上个月写的,然后这个月发算不算是原创的,大家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 不是很清楚,那个犯了什么。 没有听清楚是吗? 对。 我是说,这个关于原创文章的事情,如果是说,你看看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文章。 能看见屏幕是吧? 对,可以。 这篇文章,虽然可能是他自己写的,但咱们这个算不算原创,咱们讨论一下这个事儿。 可能已经过去写的一个文章。 我觉得可以的。 我也觉得可以算原创吧,就是时间还比较久了。 对。 对。 算原创,但是不能算首发了就对吧? 对。 肯定不是首发了。 嗯。 大家觉得就是把过去以前的,拿来发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 如果过去时间很长了,然后再拿过来发的话,除非这篇文章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话,我觉得我个人不建议再发了。 比如说时效性可能一个月以内的还好一点,假设已经半年多了,然后再发一遍,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 然后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个的话我觉得倒可以先试一下,现在基本上只有这一个例子而已。 嗯,对。 然后,嗯,你说试一下的意思是什么呢? 嗯,我的意思就是当大量出现这种,呃,就是,就是半年前的文章,对吧? 这种,有人投稿,这种TPR,我觉得这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量还比较少。 嗯,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特别严重。 他如果发的话,如果我觉得这个质量还可以,那么半年内,半年前,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第一个,第二个是,如果啊,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他这个文章发到那个公众号以后,那个访问量怎么样? 如果访问量很低的话,就说明,的确我们是不应该,嗯,允许这样的文章发的,或者是这样子理解。 对,嗯,我是这两方面考虑。 嗯,总会呢? 我觉得这句说的,有道理吧,就先试一试。 嗯,因为我,主要读文章的话,就是,还要看他有没有,比如说,他可能是半年前写的,比如说他现在有没有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可以在,我觉得可以发价。 但是如果,比如说,如果没什么价值的话,那就不建议发了嘛。 对,就时间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质量,是吧? 对啊,嗯。 嗯,质量OK就差不多啊,然后呢,就发, jadi,如果发的话,量较多,比如说,通常有这种文章发的话, 再看嘛 看一下影响会怎么样嘛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对 可以 但是我有个想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觉得只量好一点可以发 但是比如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新加入的人可能 拿出他过去认为 比较好的一篇发来 半年甚至一年 我觉得也还可以理解 但是不建议很多 不建议发很多 刚才大家也提了数量的问题了 对吧 不建议发很多这样 过去比较时间长的文章 对吧 对 OK 那就是说 数量 不建议 有很多是吧 对 而且还得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 新加入的人 其实的话 门槛 不要让他太高了 就是先让他 就是门槛放低一点点 先让他 带他进来以后的话 他自己 也会慢慢的觉得 要发一些质量好一点 我觉得门槛 可以先稍微放低一点 并不是说完全放下来 意思是这样子 其实我想是这样的 就是 新人会友好一点 这样子 新人门槛的问题 是这样的 就咱们这个案例的话 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 我看一下 好像不在对吧 看起来不在 然后因为他这个内容 比较多 说大家提了 提了相对比较多的一些 对 建议 那么所以其实对于新人来说 关于这个门槛的问题 我建议翻 翻一些比较少的文章 就先做一些翻译 然后首先我熟悉我们的套路 然后翻一些相对短一点的 这样的可能会更容易上手 如果一上来 来一个比较长的话 可能会挑出来的问题 会比较多一点 对 从简单的开始 对吧 这只是建议 但是如果他自己 像这位同学 他自己就一时一时一时 就搞那么大一篇文章 这个也是拦不住的 对 就是建议 我们是不会排斥任何 任何那个做法 好的做法 然后对 然后关于这篇文章 其实已经过去了 有将近半个月了 然后我就 是不是半个月 14天对吧 不止14天了 差不多14天 是14天 然后 那么就评论一个 长时间未修改 修改 但是关闭 任何时候 有 有时间 随时可以打开 这样 我先给他关闭了 要不然老挂子也不太好 OK 可以啊 嗯 今天看起来 看起来有新人是吧 然后愿意自我介绍一下吗 这个坚果的那个同学 能听见吗 坚果pro的那个同学 嗯 嗯 白自火星的 tomato是吧 嗯 好吧 如果是你那边随时 哦 那个时间军举手了 没有没有 我刚刚就是点了一下 没事 没事 可以 可以 这个字 嗯 这个字 你那边不是电脑 是吧 对 我不是电脑 OK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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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嗯 OK 呃 那个 见过朋友 那个 随时 方便了 就可以随时 说一下啊 OK 然后的 原创文章 就这么着 但是我们 还是建议 那个 尽量 呃 写当下的一些文章 对 然后还有一个 事情是 是首发的问题 呃 呃 呃 我我我建议是 呃 写咱们 写 这个是 尤其要在咱们号上 发的文章的话 还是在咱们号上 首发 然后 在这其他的 图境里传播 呃 就算是在个人的 自己的博客上 然后 呃 然后也可以 我建议是第二次传播 这样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呃 否则的话 呃 看起来就像一个转方 大家对这个问题 这个可能我 我的 我的会比较严重一点 这样子的 我的博客的访问量很低的 所以的话 所以一般的话 我就直接 因为我是Git 上面的写了 我就直接推了 推GitHub 哦 你是GitPage是吗 哎 断线了吗 没有 可以听到 哦 我还以为我断线了 我意思是说 我这边 呃 我的博客的访问量比较低 我一般都是拿来做那个 类似于记录一样的东西的 所以我一般 原创的文章 我一般就直接推 推上我自己博客了 然后马上就提这边PR 是这样子 呃 我觉得 没问题啊 就是 呃 其实低不低的 我觉得还好 但是 我觉得咱们得有一个 呃 统一的做法 呃 要不之君你可以 呃 你推的稍微晚一点 呵 你看怎么样 嗯 可以吧 我觉得都可以的 这个没问题的 嗯 嗯 好 呃 那这个就过了 然后新人的话 关于新人的一些门槛 或者说 友好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一些好想法 没有的话 咱们就接着往后走啊 现在有了 可以随时提出来说 嗯 关于这个转载的文章的话 嗯 这个的话 有有有个几篇转载 然后嗯 但是 可能没有 跟大家过多的 去去去讨论 或者商量这个事 然后基本上 我自己就给定下来了 我这个事也拿出来说一下 嗯 其实 呃 好像转载了 两次还是几次吧 嗯 有一篇是这个 公交车的这个文章 还有一篇是这个 嗯 开源软件出口限制这个文章 大家能看到是吧 嗯 开源软件出口限制这本文章 就算是转载的 它的阅读量都 都达到了将近 四百五了 然后 它的那个 原文章 嗯 好像都上万了 上上万了 嗯 这篇文章 首先是大家关注特别高 但而且是跟咱们 算是有关系 因为咱们也是开源的嘛 所以 嗯 就相关的一些 我觉得是可以去转发的 但是之前没有讨论过这样的流程 然后第二篇的话 是公交车上的合伙人 是东辉在朋友圈里边说这个文章挺好的 然后就转一下 但这篇的 这一篇的量比较少了 六十几个 然后大家对这个文章 咱们转发别人的这种文章是怎么看的 我个人感觉转载的话怎么说呢 就是 嗯 可能会有一部分吸引眼球的这种 相当于有有有有有这么一个效果 但是 但是怎么说呢 但是 但是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转载的话 你毕竟还是相当于 你有一个原目的地址的话 其实相当于还是帮别人做推广 感觉 没有那么大的效果 其实 嗯 就是帮别人推广是吧 对 我想说的是 嗯 就是首先 它那个号比咱们的量要大 咱们会给它带过一点流量过去 这是一个 然后 另外的是 我也在跟那个社区讨论合作的事情 所以说假设是 呃 咱们是合作关系的话 互相转载 我看起来应该是 呃 也算是一个 呃 理由吧 就是 对 如果如果说是以这种合作的形式去做这种转载的话 这样是没问题的 因为你本身相当于是合作的话 相当于是说 呃 它也有可能会去转载你的 然后相当于是一个 资源置换吧 本来相当于就是 呃 类似于就是互推的这种 所以说呃 结论就是说 如果是合作关系的话 转载一下相关的文章是 大家认为是没问题的对吧 对 就 可以的 呃 我这边也觉得可以 嗯 然后被转载的话 目前有几篇被转载的 一个是 我们公司的号转转载过几次 然后 微博那个号上也帮咱们转载过 然后 呃 被转载我觉得可能也没啥好说的吧 呃 要说一点的是说 呃 它必须是 嗯 公司号你怎么怎么说的呢 就必须显示那个来源是吗 对 我看着其实像那个你们公司转载的那个 他其实 呃 写的是这个 就是那个微信 微信号 然后 咱们说的是现在说的公众号 我知道你说的可能是其他地方 对吧 先说公众号 然后再说其他的 呃 我我说的 对我说的是公众号 但是他他那个可能是直接从那个公众号上复制下来的 所以他那个写的可能就直接就是写的呃 公众号的那个 还没有写社区这块 呃 我记得有有有有有两个是那什么咱们的翻译的 翻译的他应该是是贴过去然后弄的 因为那个他翻译呃不是原创就不能转载 然后其他的其他的那个原创的应该都是转载的 呃 我到这一把 我到这一把 啊 那个路口 呃 什么 不好意思 那个那个是的 哦 可能不是的话也就是说呃 如果大家发现这种呃 不按咱们的规矩来转载的方法的话呃 就就就就及时提出来 我们去跟他们去协调和联系联系一下 好吧 可以转载这块还有没有像讨论下的 那个 那个 Honor荣耀7的那个朋友要要发言吗 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自我介绍的一个环节 OK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技术普及培训的问题 在上周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分享 然后 呃 就过程中问了一下 大家对这个 呃 多分支流水线的 使用情况怎么样的 只有 呃 还是很新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呃 可以发起一个技术普及的培训 然后呢 关于这个培训呢 可以有脸可以有两个做法 一个收费的一个是免费的 呃 我想听一下大家对这个技术普及的这么一个一个看法 我我大概想的是说 以线下的为主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去线上的人参与 卓杨来了也不说话 如果是限价的话 就是 如果是定期的话 那是由客人负责 还是说 咱们就是谁有空 谁去举行这个东西 嗯 我的初步想法是以社区的名义来做 然后 我们可以从我们这里边的人去出一个人 或者出几个人 或者我们去找其他的人 去做这个事儿 但是不会 因为找其他人而给其他人去付费 目前是这样的想法 因为咱们社区内的人也 都是挺多的不在一个地方 嗯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可以就是 在不同城市开展 然后不用说 嗯 你可以继续 嗯 确实下下会比下上效果好 但是下下来说 一个可能是去耽误自己的就是 充电时间 还拿出就是那个就讲师 就这么叫讲师的个人时间 这个是一期讲一个技术点 还是说就是这种是连续的 嗯 嗯 这样的 我觉得可以整理一个 嗯 整理一个大致的大纲吧 然后这个大纲的也我觉得也可以一开始写的粗一点 嗯 不用写的那么细 然后先来一轮 然后改进一半 来一轮改进一半 嗯 那这样如果是谁去报名参加这个培训啊 是 怎么个形式啊 是在 公众号回复留言啊 还是 报名是吧 报名 我觉得可以采用活动型的 活动型的那个 那个东西来报名 就是 Metup 抢票呢 类似的 对 然后可以在公众号里边就是 比如回复 报名 然后 有一个链接之类的 我觉得可以 嗯 嗯 其他人呢 其实我感觉这个可能是组织这个活动的那个 花费的时间或者精力或者是其他一些事情 处理的事情比较多吧 就是 就是可能成本比较大吧 就是组织线下活动 嗯 嗯 线下活动的话 关于 呃 其实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场地 一个是人 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对吧 场地的话 我这边没有问题 然后 呃 人和时间 呃 我这边还好 我觉得可以 呃 抽抽抽一点时间出来 抽一个下午时间来 来去弄 然后呢 关于其他城市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自己的一个一个状态 看有没有时间之类的 或者呃 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来来去 你试着做一下 对 因为他还包括到比如说前期的策划啊 比如说推肱啊 比如说招生啊之类的 不是就是那个爆饼啊之类的一系列事情的 嗯 不是这么讲的 关于这个 啊 你说 啊 没事 你说 你说 呃 其实我关于这个收费和免费这种事情的话 呃 我觉得这个收费呢 呃 可以做 但是会比较低一点 比如说50 呃 50一次 的课 呃 咱们重点不在收费 但是 呃 为什么我想提这个收费呢 是因为 咱们社区要做一些活动的 可能需要一些资金 比如说黑客松 呃 这种需要特别多的资金的活动 然后可以通过一些 呃 呃 呃 通过这些活动去 呃 积累一些资金的方式来做 呃 但是 呃 为了那个 让大家去 呃 鼓励大家去参与活动的话 也可以说 嗯 比如说提 提pr 呃 换换门票之类的 然后关于这个活动报名的话 呃 呃 呃 我开通了一个活动型的账号 那个账号应该 报名什么的 呃 我 我是这么想的 可能 呃 比如说 一一期呢 呃 保守 我觉得十个人 我也没想过太多的 没有想把这个活动一开始就搞得很大 然后 就可能开始先做 因为 咱们没有时间去 整理特别好的PPT 甚至你都没有PPT也可以 就按自己的经验来做 然后也也没有想做特别好的宣传 然后 就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 就算人来的特别多 假设来了五十个人 可能 呃 这五十个人 你你还需要一些助手去帮忙去 去去去做一些组织或其他事情 所以说 呃 一开始也没有期望有很多人来 所以说 发很多时间精力去做宣传和推广 然后可以让线上的人参与 可以让线下的人参与 嗯 嗯 了解了解 了解 嗯 但是有个问题 但是有个问题 这样的 我我一直没有想好放哪个网站 然后B站啊 换换换 其实最喜欢的是 就也 YouTube这个网站 但是这个网站需要翻墙 会比较尴尬 国内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网站 呃 我觉得前期可以先把这些资料攒一攒 呃 比如说攒上一攒上 五六三三四期的 然后 视频在一起放也可以 就算一一开始放放上去 可能也没有多少人去看 所以最终的话 肯定会把这个视频放上去 还是鼓励大家去去互动起来 呃 关于这个 呃 收费五十 然后可以换 嗯 可以换这个门票 还P2换门票这个事儿 大家怎么考虑的 这个可以 但是咱们是等电话 自己提多少P2 什么质量的 什么类型的 OK 那就是说 呃 其他人 呃 我认为周杨市同意 呃 P2可以换门票 然后门票五十 呃 呃 一次课五十 然后可能一下午 然后 嗯 大致的做法周杨可能是认同的 然后他提的问题是怎么换P2 然后这个P2的这个质量的问题 呃 但 必须是有效的 但 必须是有效的 不管大小 然后P2的话 呃 P2可以是文章 嗯 对 对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说给收费和免费的都给出一点数量 比如说 嗯 嗯 嗯 也出五个五个名额 之类的 我感觉可以这样就是把免费的门槛降到稍微低一点 然后 就是鼓励大家去参与社区 这个 这个活动中 然后 然后 然后大家尽量都 这个门槛怎么样 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个KT秀 但必须是有效的 你不能随便提 对 这个可以 但是这个 嗯 P2的五个名额 这个限制是不是 如果说 大家可能想去的话 有我限制 其他人想去的话 就得只能收费这个图免了 呃 没有听太明白 刚才你说的限制是关于哪方面的 他说名额 对 名额 哦 我 我这提了个五个 是说 依序五个 P2五个是吗 呃 我理解的是只有五个免费的名额 哦 也可以 那我的意思是就是 就是免费这个不要限制名额 或者是多一点 呃 不限制或者多一点是吧 啊 对对对 呃 呃 石燕君怎么 你想你想 你想说什么 燕君 OK 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就是 你说完全不限制的话 其实有点 呃 不太不太合适 但是限制的 太死 就是这种 可以看适当情况吧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 嗯 可以看到时候的报名情况 按这个来定 可以先看看初期的这种报名情况 然后再再定这个后面到底是多少多少名额 ok 因为因为如果说你最开始因为这个这个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自己去可以去大家一块商量这个事 如果说你呃后期确实因为他的那个报名的数量确实稍微有点多的话你要是给这个名额太多的话可能嗯 嗯不是说不是说没有意义就是只是说啊你开了这个头后面的话可能不做限不做任何限制或者怎么着的话就会有一点不太好了 ok 然后呃 呃 那我现在预期的预期可能10个人那就是相当于收费的5个免费的5个 大家咱们先按这么先走走一波 可以 可以可以 嗯 好的 然后 然后 然后我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呃不管在哪个城市咱们先呃这个培训呃的收入的钱呢先会会会去到一个地方 然后如果如果其他城市呃呃想想开展的话然后我们再再讨论呃呃如果如果如果其他城市先暂时不不不不开展的话呃呃就就先由我从北京这边来来来来发起 算是给咱们的那个呃呃黑客风和其他的事情做一些铺垫 好吧大概是这样的 嗯 ok 可能会有一点限制 比如说嗯如果说你要是单纯以这种电脑就是以以电脑这种的形式去呃看的话 其实其实有办法解决比如说呃你那边有PPT对吧 然后有PPT然后就相当于呃呃那边用一个电脑去接收然后直接投屏投到那个PPT投到那个投影上 然后直接这么去看放出来的话其实是效果是差不多的 所以呃呃如果说你那边就是在其他地方有有这种合适的这种场地的话 然后你就可以呃拿一个电脑接着 然后就是相当于我参加的那个视频会议里面然后直接呃投投出来这相当于北京这边就是做的这种呃呃演讲了也好 或者说是他在实时的这种操作也好你可以那边实时看到基本上没有什么延迟延迟可能大概不到一秒左右吧 ok 那我就跟咱们现在这种是一样的 对可以这样就比如说嗯 假设假设假设要北京要开展然后杭州那边有比如说有五六个人或者六七个人要报名 然后东辉可以比如说帮忙找一个场地然后大家还是去一个地方 然后我这边在讲然后那边有人去去去协助一下 嗯这是这是一种做法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他直接去连上zoom来来去在家里或者在他什么地方都可以 可能这两种吧我觉得可以呃呃看一下报名的情况然后咱们再商量毕竟这个反馈还不是很清楚 其实我我我个人建议是什么就是说啊不不不建议以这种个人的形式去参加这个 因为首先这个的话就是以社区形式去嗯发起的话 然后如果他想以个人形式这种的话 其实其实我们尽量保啊就是保证是不完全对外开放的我们我们虽然说是开源 但是我们还是以一个组织的这种形式去做做做到科到一定的这种 嗯那你的意思 嗯 其他人呢 嗯同意还是我也是我的意思最开始也是就是如果是其他城市比如刚才说哈州也是找那边有几个人想参加这个东西 你可以找一个的会议室之类的然后一起看 嗯那那这有个问题是哪些城市里面会会有人能帮忙组织个场地呢 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在活动里面去说明的不然的话大家报名也不知道该不该报 这个咱们在举行举行这个讲座之前定好吧 咱们还是说先统计 这个我觉得可以就是这一两天然后做一下统计 然后看看哪哪哪哪哪个地方然后就有有这样的资源然后去呃去去先去先去上就是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资源 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呃把这个记下来然后就是相当于报备一下吧 嗯我是这样想的我我计划的在北京的话这个端午节后就开始开始把这个事第一次就做起来 然后呃这个会上我觉得可以先先不统计说是谁那边有资源可以帮忙协调 那后会后大家可以花个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或者一个礼拜都可以把事想一下然后在群里回复一下 然后呃尽快回复吧尽快回复就可以在写评文章来来来说这个活动的事情了 好吧 ok 嗯 下一个是是公众号文章果实优化的问题 嗯对咱们现在排版确实不是特别好 然后呢我也在尝试一些办法来解决比如说呃一个办法是咱这边加个按钮啊什么的然后点一下就可以把它拷贝出来 呃呃当然这个按钮比如说可以默认地藏起来 然后输个参数可以再让它显现出来或者说还有一些文章的网站的它可以 所以你把内容拷贝进去然后自动的自动的给你格式做个转换 但我觉得如果说能结结合那种网上有有有的那种烤过去转换然后呃 呃考出来再结合我我我现在在尝试这种方案的话会比较好 这样的话这个文章一发布我点一下 考进去就完事了 这样的话可以做尽可能减少一些工作量 对这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因为呃我我就是近几次我看到它那个像简书里面简书里面其实是并没有不支持那个呃那种代码格式的 嗯 所以这个假设我的功能做好的话 咱们往简书啊开简中文或其他的地方给拷贝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格式也是统一的 然后我我也尝试的加加这个前缀 大家可以统一的把这个前缀给加进去 嗯 调文章 文章标题的话可以单独去做 然后主要主要就是 不是那个文章标题是 就本文首发于 对对对也知道 就是内容包含 包含加本文首发于那个 对 对 简单点的调文章格式的方式就是我测我试了那些调的比较明显的就是把间距拉大一点 谈年距 因为想省点力的话可以就是在那公众号里编辑的时候全选 然后把间距调大一点 我测试的是1.75 嗯 相比这些默认的好看的 嗯 后期我们参考一下 然后 然后还是希望能有一些方法尽可能的减少功夫量 OK 那咱们继续下一个 下一个是福利的问题 呃 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咱们公众号上开通了那个广告的一个 呃 一个功能 我给大家看一下数据 这数据 还是 然后 其实这个这个数据还不足以给大家提供任何福利 当然是先把这个事情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几天 这几天的走势是这样的 这几天的走势是这样的 目前有这个一个T恤的钱吧 哈哈 哈哈哈 OK 然后 但是 嗯 嗯 嗯 先待会我把志军这个记下 嗯 嗯 然后 其实咱们那个前几天 嗯 寄出去的那三本书 嗯 也也算一种福利 嗯 然后我跟 出版社谈的 从三本加到五本 虽然这个 燕君收到的书比较年纪大点了 但是 嗯 也也也也算福利吧 虽然这个福利不是不是特别好 我刚看到应该是有一个 李南还有谁进来的 嗯 嗯 那个 李南是吧 你方便 发言吗 方便的话 随时可以说一下 嗯 随时可以 加入我们 嗯 关于这个福利的话 嗯 假设咱们这个课程开展起来 然后 嗯 也会有些资金 然后我是 大概想的 还是给 鼓励大家活跃吧 给活跃的 成员去发一些福利 有可能的福利会比较 嗯 比如说是年底的时候 或者半年的时候 呃 看到时候的情况吧 然后来把这个东西发一下 嗯 然后 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之前虽然有一个激励的计划 但是那个不太好实施 对吧 呃 关于这个活跃的这个问题的话 呃 也也不也不太好统计 有的人可能这段时间活跃 有 有的时候可以 呃 那段时间活跃 但我觉得 目前我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能够 嗯 能够说是 呃 特别的公平吧 这个 大家看有什么想法 有想法吗 各位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 这个局局限性就其实 没那么大了 因为 呃 所谓的就相当于是参与社区 可能并不一定 就是说是完全是相当于 呃 跟这个 嗯 嗯 代码或者是提交量这些相关 甚至有可能 比如说 呃 要组织一些活动了 或者是其他的 其实都是 呃 跟这个有一些相关的 就是 只要他是愿意去参加这个社区 哪怕他 嗯 没有那个去参加 没有去 呃 做做这种 代码 或者是做这种 就是文章的这种去 呃 推送也是 其实也是算参与的一种吧 但是 我 我对这块 嗯 就是 不是 确实不是特别好去界定这个东西 嗯 嗯 还是 还是 还是怎么说呢 还是可以 嗯 不行就相当于是 嗯 常参加的人 然后去做一点投票之类的 但是这个吧 也不太 不是特别公平 嗯 OK 先看一下吧 对 嗯 那个里男就是你 你应该 我看你的麦刚才是开着的 你直接说话应该就可以了 或者 或者你可以退出去重新进一下 直接说话基本上就可以 然后关于这个事的话 嗯 福利的事 嗯 我 我尽自己的那个 呃 也也不是说我吧 其他人 也也可以啊 就是 呃 想办法去找 找各种的 赞助啊 像书啊 或者其他都可以 嗯 呃 在有限的资源里面 给尽可能多的人去 去做些福利吧 然后 嗯 下次的话 可可能 比如说到时候可以 嗯 考虑一些 嗯 投票制或者推举制吧 然后匿名的 然后 比如说有 可以给三个人 然后就大家可以写三个人 然后那三个人里面 重叠最高的 然后 给出来 大家看 这样 是不是会好一点 可以先试试吧 这种的 ok 呃 李南你那个麦 麦克应该打开了 直接说话试一试 哦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能听到我说话 可以 可以听到 哦 这个木 木字里是吧 呃 对的 对的 那个男是 木过来一个男生 嗯 ok 呃 我们一般会这样的是说 嗯 你可以说一下这个 呃 你是在哪个城市的 然后在哪个公司上班 当然 当然可以 可以不说在哪个公司上班 然后 再可以说一下 呃 你 你 为什么想参与这个社区 想在这个社区里做什么事情 大概可以介绍这几个事儿 哦 大家好 我叫李南 然后来自北京 呃 就是 因为我做的工作也就是配置管理嘛 然后跟Jackon自己比较相关 然后 嗯 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吧 然后 所以就想 就是 参加这个社区活动 然后 就没了 ok 嗯 嗯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也 嗯 有一个 嗯 你可以 就是有一个这个地方 写了有些任务 嗯 大家可以任意的领取 当然这些是翻译的 嗯 翻译大家可以试着去认了一下 然后还有其他的也可以写原创的文章 嗯 嗯 我觉得咱们这个社区的话 嗯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呢 也不用像 比如说 InfQ啊 像这种特别大的社区对那个 嗯 质量啊 或者写法啊 要求特别高 我觉得只要是 嗯 大家都认可的就是 嗯 第一是不要标题打 就不要这个标题打 然后第二是确实是一个实际 实际过程 过程中的 嗯 实际过程中的一个一个解决方案 或者说直接就可以参考一下我们 那个其他人写的一些文章 像那个 嗯 杰志军同同学的话写了很多 可以看看他是怎么写的 然后其他人是怎么翻译的就可以 所以写文章和翻译是一种方式 然后像参与活动也行 然后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个 要做一个培训 嗯 大家可以 嗯 可以 你可以当讲师给大家分享 就是可能分享一小点都可以 或者说 嗯 嗯 帮忙做个自愿走 就组织一下 嗯 然后 嗯 然后我们这个文章的 嗯 你可以写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直接帮忙review 就看也行 就是挑字也行 也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真的写文章 就看 谁写的哪句话 有语病 对吧 之类的 翻译的不太好都可以 哦 我今天上就是咱们的那个中文那个网站 然后 他是不是有一些都需要翻墙我才能访问啊 有一些网址 嗯 你说Dickens-zh还是哪个呢 嗯 对 就是这个网站 然后里面有一些文章 就是 那个 社区那个板块吧 然后有 我看了一下 然后里面 有一些网址 我好像 就打不开 是需要翻墙吗 嗯 目前 这个网站不要翻墙 因为它是托管在github上的 有时候可能访问比较慢 然后但是没有需要翻墙 哦 哦 然后你 你稍后可以在 你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吗 哦 在呢 在哪 在哪个群里面 呃 就是 就是今天 您通知的那个群 就是啊 就是那个 在咱们那个微信公众号 恢复那个微信群 那个群 哦 那个技术群是吧 对对对对 OK 然后完了 你可以 呃 你你可以加一下我 我把你拉到那个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社区群里面 如果你想参与社区的话 因为那个 刚才那个技术群的话 基本上都在交流技术 呃 不会 好的好的 然后你可以 发一下你 你说的打不开那个网址 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OK 到时候北京这边有有培训活动的话 欢迎欢迎你过来 去参加或者帮忙组织 或者你要帮忙分享都可以 好的好的 很高兴认识大家 好很高兴有这个新成员进来 呃我看还有一个同学加入了 然后 不知道方便不方便这个跟大家交流一下 JSON C是吗 JSON C是吗 你的麦已经打开了 直接说就行 OK 呃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的会差不多就这么多 嗯 刚才我看那个米南在那个 聊天里边说 就是咱们运营一个B站账号的事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B站上边 我觉得就是比如刚才说那个培训 咱们可以比如说录像呀 或者是做一些线上分享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就是推广咱们这个 不管是网站或者是 就是咱们需要分享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是挺好的 嗯 可以 我觉得可以呃 先把这活动做起来 做起来之后呃 看一看录录的效果怎么样 然后再挑一个网站去 去分享B站或者腾讯或者其他的 都可以 然后另外一个是 呃 我我我可以跟跟那些 呃 网站的相关人 去尝试的去沟通一下 看能不能通过 呃 嗯 通过这个这个这个资源的去 呃 去置置换一些资源 给给我们些赞助啊之类的东西 我去试着弄一下这个事 哦 哦 我可能没有怎么上个B站啊 啊 然后咱们后期弄一下 毕竟现在还没有 没有视频 有了视频之后可以 可以去放一下 或者大家还有其他的这个视频网站 推荐都都可以 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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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IT大咖说他那个 有什么要求吗 那个 我不太清楚 那个 那个Jason 你的Mac就开着呢 然后 IT大咖说的话 我我我跟他们的人联系过 呃 咱们可以网上放 然后也可以 但是 主要的问题还是咱们目前 呃 没有 没有很多流量 所以他们可能不太愿意 只给咱们支换一些流量 所以 既然你提到这个 嗯 嗯 IT大咖说的话 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考虑把视频放到多广来上 嗯 也可以啊 就比如说你之前的能放到YouTube上面呢 可以往上面丢一丢 对 对 YouTube上也可以放一个 不过那个量特别少 好多人 对 对 反正我看IT大咖说的比较多呢 相对的 技术方面的 对 所以我们 如果能尽快的 也不是说尽快的吧 我们到某个点上 如果能把自己的流量提升起来的话 很多人会愿意跟我们合作提供一些东西 诶 我我看着那个 CSDN那个是有一个CSDN学院 它那个上面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那个视频 但是好像 呃 我 我好像印象的是 它那个是一般是在它上面去做 做直播 然后它会第二天会录制下来 好像是这样的 嗯 我跟IT大咖说的那个也联系过 他们 呃 说直播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像 呃 像这个 路路一样一种直播 另外也是可能需要一些他们的设备 呃 需要他们设备的是要花钱的 因为他们会出人之类的去去做 然后 然后 不过咱们刚才说的 可能 呃 目前 呃 就真正的直播 可能 会 嗯 刚才讨论的不太推荐 推荐的是说 假设 呃 杭州那边有五个人报名 然后那么 就找一个人去帮忙组织一下 然后那样去一个远程 然后之后把这个 视频再去放出来 呃 其实关于这个视频公开的话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嗯 在录制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 不太相关的 呃 呃 时间段 比如说 有杂音啊 或者说 嗯 在提问阶段 或者在在辅导阶段之类的 因为这个 如果录一个下午的话 这个视频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呢 可能会 需要涉及到一些这个 嗯 剪辑的工作 不一定要很 不一定要很专业 比如说加个片头片尾之类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技能 嗯 以前以前那个 维度斯的话 用互认会员应该可以的 用麦克的话 就就没用过这种 什么之类的软件了 嗯 或者咱们后期统一加了 片头或者片尾都可以 应该有些软件 可以做这种事情 呃 总之的意思就是说 呃 录完以后 可能要做一个 某种程度上的处理 然后再放出去 嗯 了解你的意思 OK 其他人还有什么想 沟通一下的 欢迎大家把一些有 相关技能的人给介绍进来 比如说 呃 做市场的 或者 做这个营销的呀 比如说刚才会懂 懂一会会拍照的人 对吧 嗯 会做简单的 这个视频处理的 然后可以加进来 咱们可以发一篇文章 说一下 嗯 对 想想做这个事来的 想做一个招募的这个事 啊 对对对 嗯 我有时间或者大家任何人有时间 都可以试着写一下这个草稿 然后咱们rewayo过了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招募的事情发出去 嗯 然后那个 jason他手足道一下 嗯 jason说应该你那个mine开着呢 如果你方便可以直接说一下试试 好吧 如果不太方便或者其他的原因的话 我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已经一个小时多了两分钟 然后 如果没有其他的 要分要分享或者讨论的话 今天就这么多 大家还有吗 嗯 我真的没有 ok 然后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花时间 出时间出来 一起去讨论社区的事情 然后希望能一起把这个事情 这个社区做得越来越好 越好 我谢谢大家时间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好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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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covered